葛宏超书 葛宏十三岁就失去了父亲 只能和母亲守着祖上留下来的一点果田清贫度日 母子俩过着朝夕不保的生活 葛宏哭爱读书 为了找书读 他向各家求借 但这种匆忙的浏览无法满足他做深入研究的要求 于是葛宏决定亲自手动抄书 从此他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就点几柴火边抄书边学习 抄书需要大量的纸 可是靠卖柴那点钱能买多少纸呢 因此葛宏对纸格外珍惜 他把字写得又小又密 指的正面写完了再反过来写 一张纸总是写得密密麻麻的 葛宏好学善思 博览群书 他的道教理论 化学 医学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成就 一生写了六百多卷书 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 聪明妈妈 一个真正好学的人 不论条件多么艰苦 都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